你身为亲王,是皇帝的亲弟弟,却为违法犯禁的红咒,红旺他们说情,你难道不惭愧吗? 儿臣认为,李德阳这奴才是被人收买了,共状不实啊,老佛爷。 老佛爷,这是奴才亲眼所见啊。 是吗? 哀家不是督察院大人,督察院大人在吗? 臣在。 回禀太后,督察院从李亲王府查获了密装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已经被查开了。 遗诏在哪儿啊? 不知夏天,但发现李亲王红夕没有制作完毕的一份假遗诏。 好一个李亲王红夕啊,他胆大包天了。 老佛爷,假的,假的,这全都是假的,是有人在当陷害皇族子弟啊。 这案子还挺复杂的,来家不问了,皇帝,你是以国之主,你看怎么办吧? 朕以为督察院办案不立,那就让刑部,宗人府,协同督察院办了,不知老佛爷以为妥当不立,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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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审呢? 皇姑娘,您看怎么办? 好吧,皇帝这么说,那就照办吧,不过,孤察院大人忘记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明,那,就是哀将我。 来人呐,把挂在慈宁宫佛堂上方的那个小木盒子,扯上来吧。 奴才叩见老佛爷,请老佛爷验证他。 不就是这个盒子吗? 好一个李德阳,你功计不小啊。 此番是端,都是你这个奴才挑起来的,害得皇族不合,害得唐鹏、督察院天性天性不乱判案。 太好十四王爷,恍挨了一枪。 太成名,送付了渠江南,赶回京都。 太的老佛爷,我昨夜一宿都没睡好。 今日早朝,还要来到这太和殿堕案。 不就是以害群之马啊,李德阳。 来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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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婷玉。 臣在。 立即释放亲王贝勒贝子他们,把他们送到各自的府中去。 得。 和亲王府的封条摘不摘掉。 。 就交给宗仁府去神里吧。 皇爷啊,您累了,累了。 还是起驾回慈宁宫去吧。 嗯,是有些累了。 起驾回宫吧。 哎,皇帝啊,你站那儿干什么呀? 上来,上来。 君臣们该商量什么,还是商量什么啊? 皇儿,尊太后遗旨。 Ambik Ben Talribu segundo, 让 miał Out。 吴肖无尊者被赯 laboratoriesē、 他在几 drienis人吗? 自卫总统大人。 末将再。 速去武门。 将李德阳给我接回来。 说, 都团院大人苏其功。 在。 把你的顶带您的卷在我。 械万 need! 用震动拦架, 速速将xt4王爷椅蹄大人贼近前手! 皇上 臣来了 皇帝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皇兄 有劳太后英明胜额 有条普通 有证明具 而朕暗飞 自有不服之一 个个窃窃私语 脸上呈现出疑惑的表情 李德阳频频喊冤 苏启公愈怒于心 好似我大清朝威额的乾清宫 空穴了正大光明的匾额 印第大人也是当时 仰商在家 没有能够听到太后的音名声音 不 日后心有不足 反而除尊我 非皇上 李德阳带回来了 皇上 好 等等 李德阳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非皇上 自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苏启公大人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非皇上 自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十四王爷应迪 雯大人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非皇上 自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张庭玉大人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朕相信老佛爷的圣文 这就是致放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 没有被偷换过来的 朕 朕和张大人的意见相比 朕也认为 朕也认为 这就是悬挂在慈宁宫佛堂 装着先帝遗诏的木盒子 未曾偷换 但是朕不能让李德阳苏启公大人 和朕的十四王叔心有疑虑 事后不服 现在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 就请老佛爷打开这遗诏盒子 老佛爷 花儿敬请老佛爷开启木盒 以名胜断 花儿敬请老佛爷开启木盒 以名胜断 你一定要皇额娘开启她 是 不开启她 这就有人不服老佛爷您 开就开吧 那 来家就开去 怎么说是患呢 没患呢 皇帝 皇帝 哀家打开这个盒子 去出现皇帝的遗诏 就要认识皇帝和满朝的佛爷 是吗 听见 听见 念就念呗 皇帝 皇帝 你可要想起了 朕 请求太后老佛爷开启木盒 向天下臣民宣读先皇帝遗诏 朕 朕有父先皇 有父大清江山 朕今日就辞去帝位 再来 再来 朕 朕 朕 是 第二天 老伯爷 当今皇上哪条违反了主宗的法典 老伯爷又迫不及待的宣读先皇的遗诏 殷吉 你又冤枉了哀家是不是 这是皇帝带着哀家请过宣诏 不是我的本意 臣也奏请太后老伯爷不必开合宣读遗诏 皇上 皇帝 这余殿的大臣周兄 说明是没有回来的 哀家就不及格宣诏了 将李德阳重新退出五门 斩首 不必 太后 朕还是敬请太后老伯爷 这些契何宣诏 开礼 开礼 此等大事要你来动手 你想当皇帝了是不是 滚 你给我滚下去 你给我滚下去 宋爱卿 都平身 谢皇上龙恩 谢皇上龙恩 朕 请皇额娘还是离开浅井宫 慢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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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干什么 秀四中 你干嘛 你干嘛 再不停 你去哪 什么 我的忧志 你不停 即是你给派人 杀你 这场战 你是先皇帝身边的虎政大臣 你就替先皇帝忍住遗诏 张大人 拿起遗诏 念你 张大人 听听说了没有 朕让你念 这盒子里没有遗诏 诸位大人 这盒子是空盒子 但是皇太后挂盒之意情意深长 他老人家是让朕永远不要忘祖 朕是爱心绝罗的祖父 不要赎点忘祖父 违背了祖宗的意愿和法典 让朕永远 让朕当一个好皇上 让朕当一个好皇上 那是最后的一位好皇上 我会想到的那位祖父母 也会想到的那位祖父母 那是一位祖父母